未来的移民目标 除了正在申请绿卡或者准备入籍美国公民的华人 由于害怕影响到未来的移民目标 而不敢享用政府所提供的公共健康福利 事实上根据移民局的声明 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因此相关单位今天特别针对亚裔社区做了解说与澄清 希望大家不要平白丧失了自己的权益 这一场由亚太美法律中心移民局 落线公共社会福利部等等相关组织 所共同举行的记者会 就是希望能够把长久以来亚裔移民所担心以及迷惑的 公共健康福利和移民身份的关联 做出详细的解说 因为有一些福利的领取 并不会影响移民获得绿卡或是成为美国公民的机会 移民局已经就此发表过声明 但是亚裔社区的了解仍然有限 其实有一种很简单的方法 可以帮助大家了解 有哪些公共福利的领取 是不会影响移民的申请 如果你申请比较永久那种 政府要帮助你的那种福利 那就就是这个是认为 这个是表示说你是公共负担 知道吗 比如说如果你要申请那种 full-time 其他的 比较 short-term 的那种 那就不是公共负担 而他所谓的 public charge 意思就是公共负担 如果移民是要靠政府的补助来维持生活 就会成为一种公共负担 将会影响到未来身份的调整 不过有很多福利的领取 并不会使您成为公共负担 仔细来区分的话 如果您还没有拿到绿卡 下面这几种福利 不会影响获得绿卡 或者申请为美国公民的机会 它们是医疗保健 粮食计划 和其他不给现金的计划 而造成以后取得绿卡困难的 则是因为享用了救济金 或是家庭收入的唯一来源 是其他家人所得的救济金 以及住在靠政府补助的养老院 或其他长期护理中心 所以在领取这些长期福利时 一定要多加注意 而已经取得绿卡的移民 则不会因为享用医疗保健 粮食计划和其他非现金计划 还有救济金以及长期护理 因此而失去绿卡 如果您想了解自己的情况 是不是能够领取这些公共福利 可以打电话到洛县公共福利部门查询 电话是11-877-597-4777 以免平白丧失了应该享有的权益 18台晚间新闻李大同黄明仪 洛杉矶财 总期欧洲 最后一份权益